转眼便是崇祯十三年春 前千亿领道差事已经一个月 北京 侯巡 卢相生 孙传廷 方孔韶 雄文灿 李逢申 这一大堆罪臣 齐刷刷走出诏狱 他们算是被释放得比较晚的 因为家人都是从南方赶去 带着银子一路奔波到刑部熟人 朝廷彻底没钱了 崇祯正在想办法 罚银子熟罪臣便是其中之一 生财效果还不错 而且并未招惹太多非议 因为诏狱里的那些罪臣 很多都是办砸了事情被关的 甚至是莫名其妙被问责下狱的 朱军珍重 告辞 李逢申朝着众人拱手 坐上儿子李文雇来的马车 卢相生也抱拳说道 告辞 卢相生的弟弟卢相进 跟李文同雇一辆马车 他们是要结伴回江南的 唉 孙传廷摇摇头 朝着另一个方向走去 熊文灿领着儿子 直往庆甲的府邸走 他跟隔城姚明公是老乡 很早就结为殷亲 熊文灿能获得杨四昌赏识 很大程度是因为姚明公的推荐 去跟庆甲拜别便离京 熊文灿已经打定主意 方孔赵 方以智 侯寻 侯芳玉 两对父子慢悠悠散步 南方形势如何 侯寻问道 侯芳玉回答 江左 江右 广东 福建 皆为赵汉所拒 湖广一分为二 改长江以南地域为湖南省 看来纳赵贼 已经为侵吞整个湖广做打算了 方孔赵笑道 今后定要重新划分的 只有洞庭湖以南才称湖南 侯寻摇头叹息 下遇三年 务视人非 时局已败坏致思 他停步转身 问道 前夫兄 可是打算回乡去投纳赵贼 再说吧 方孔赵答得模棱两可 两人也没啥好说的 并走一阵 便各自分别 分开之后 侯芳玉对父亲说 闯贼肆虐河南 各地皆劫债自保 咱家也在募兵劫债 回家再说 侯寻道 河南的士绅豪族们 已经完全进入乱世模式 往往一家或几家 修债子武装家奴 不求杀贼 只求自保 刘寇来了就送粮食 一般情况下 只要给足粮食 刘寇就懒得浪费力气攻打 另一条街 方以智对父亲说 姑父已做了施州之府 施州卫 方孔赵确认道 方以智解释说 赵汉把施州卫改为施州府 府至便在施州恩施 并将巴东 见时也纳入旗下 施南 荣美 石梁 金铜等吐司 全部改吐归流 还有一些吐司被撤销 吐司没有造反吗 方孔赵惊讶道 方以智说道 从去年下收 一直到现在 赵汉的大同军 已经跟施州吐司打了七个月 方孔赵叹息道 赵贼还是太急了 改土归流须的长期经营 哪是一朝一夕能办成的事 方以智说道 这次不一样 赵汉占领施州之后 立即给施州 建南等卫所的军户分田 又给周边的汉化苗人 多为土家族 分田 还宣布整个施州府 免除三年田赋 鼓励汉人和苗人开荒 获得汉化苗人效忠之后 又以这些苗人为向导 剪除周边不听话的吐司 强行改土归流 以汉人为主官 以汉化苗人为左官 勒令不得歧视苗人 到处宣传汉苗一体政策 他们的农会很厉害 在苗人之中 也组建起农会 那些连汉化都不会说的苗人 因为分田 勉妇 不用再扶摇役 也都反过来帮着官府去打吐司 打了半年 一些小吐司手下的兵 几乎全都跑去赵汉那边 恩施的少数民族非常多 主体为古代巴人后裔 但在明代被统称为苗民 土蛮 大量少数民族同胞 包括各处军户 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给他们分田 给他们带去红薯等作物 给他们免除三年粮税 给他们免除各种摇役 革命热情立即被点燃 一些小吐司 根本不用大同军动手 土兵和土民就自己杀了 半年下来 只剩大旺 三毛 蜡壁铜 目测 西平 唐牙六个吐司 黄妖留下两千正兵 两千农兵 慢慢配合支付征讨 这里其实都是些小吐司 每个吐司麾下 称死能有几百个吐兵 征讨吐司就跟剿灭土匪差不多 打得慢纯粹是路不好走 真正交战时往往一击变溃 方孔赵叹息 你姑父是被发配了啊 非也 方以智解释说 赵汉用人 越看重谁 就越派给苦差事 一旦把施办成 必然获得高升 姑父若能把施周府治理妥当 今后很可能直升不正使 方孔赵笑问 你为何这般了解 方以智说道 姑父多次写信过来 让孩儿早点投靠赵汉 如今父亲出狱 便无后顾之忧 孩儿是要去吉安府的 一起去吧 我也想去江西看看 方孔赵对朝廷彻底失望 父子俩没走多远 突然一起奔来 方御使 行人 皇帝使者 下马说道 陛下有口谕 请方御使暂留京城 择日宣读任命诏书 还会赐予上方宝剑 听到这话 方孔赵怒火中烧 差点想要当场唾骂重真 把老子关了一年多 让家属交银子赎罪 刚出狱两条街就要复关 真想重用老子 就不会直接复关吗 纯粹是想多捞一笔赎罪银 方孔赵当即答应 在北京外城寻了家客栈 父子俩隔日一大早便开溜 卢相声坐在马车上 一路无言 北京城里 竟然也恶朴遍地 到处都能看到乞讨之人 出城之后 田野荒芜 许多薰贵的土地 居然都长满了杂草 为何如此 卢相声难以置信 卢相近解释说 薰贵是身 盘剥日重 今春又是大汉 许多店户不愿再种地 成群结伙做盗贼去了 若非红都师 红城仇 奔波缴贼 百姓都不敢出城 余地此次邪淫北上 好几次差点被盗贼洗劫 卢相声无言以对 不知说什么才好 古代地租 基本不会分成 都是在交定俄租 不管风调雨顺 还是天灾人祸 电农都得交那么多租子 顶多请求地主少交一些 而今年年大灾 地里产出的粮食 还不够农民交租 谁他妈愿意种地 北直立还好些 河南的许多州县 已经可以用时事九空来形容 并非都饿死了 而是大量逃荒去外地 或者干脆起意造反 反正谁种粮食谁傻逼 卢相声声听得目瞪口呆 难怪崇祯愿意释放罪臣 只要交了赎罪银就放归 这时被逼得没办法了 再不赶紧把监狱腾空 犯人的伙食费都给不起 卢相声笑着对李逢生说 上海开步 新建海港 已经彻底开了海境 道也是件好事 李逢生笑道 李逢生 李文父子便是上海人 家里也搞些贸易 通过渔民走私给海商 但毕竟属于南直立 上海走私查得很严 外加可以走长江运去北方 因此上海的走私现象远远轻于广州 如果开海随便做生意 对李家来说也算一条财路 李文说道 父亲 孩儿玉头江西 父亲也一起去吧 李逢生摇头 几年诏狱 不愿再做官了 明末的诏狱生活还算不错 只要给族银子 狱族一般不会磕带 实在是崇祯经常抽风 隔三差五扔一堆进来 只不定哪天又副官高升 最好不要轻易跟这些罪臣结仇 众人坐船南下 一路过了徐州 才算从地狱重回人间 山东都已经遍地饥荒 在桃园水溢时 他们碰到一群世子 有人甚至托家带口南下 卢相生过去询问 朋友是要南迁吗 一个世子拱手回礼 在这北边 百无一用事书生 去了南边 自有施展报复之机遇 赵先生必为开国圣主也 赵先生那首转赠诸君 便是写给我等北方世子看的 这首诗传得如此之快 自然离不开徐颖的功劳 徐颖已经搬去淮安府居住 在运河沿岸的各府县 专门去学校发放宣传物 每个月都有读书人 结伴南下投靠民主 特别是那些贫寒世子 他们在北方看不到希望 于是变卖仅有的家产 飞蛾扑火搬去往南方 他们甚至有可能半路饿死 留在北方也是死 徐颖开始雇用船只 山东 南直立的运河沿线来回航行 只要能背出大学原文 就可免费坐船南下 而且还提供简单伙食 这些读书人抛家设业南下 赵汉可以放心任用 没有那么多利益牵扯 卢相生他们几个 干脆也换成世子船 船舱之中 贫寒世子为多 而且几乎都饿死过家人 看他们的情况就知道 一个个衣衫褴褛 每家平均只有两三人 有的甚至已经截然一身 诸君莫要沮丧 天下之大 必有我等容身之处 一个世子站起来 穿着破烂的儒服 朕必呼喊道 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公 选贤与能 讲信修目 故人不读亲其亲 不读子其子 时劳有所忠 壮有所用 又有所长 精寡孤独废极者 皆有所养 声音越来越响亮 船舱里所有人都在背诵 暗淡的光线之中 人们的眼睛却迸发出神采 天下大同 天下大同 引导众人情绪的读书人 可以算是拖 但确实是真实的 属于刚发展起来的北方大同社世子 卢相生听得热血沸腾 同时又毛骨悚然 他感觉眼前这股力量能够掀翻一切 坐船辗转来到南京 有人在码头读告示 却是钱千亿也不知找谁帮忙 直接贴告示邀请明家 一起去编撰大同正音 而且办公地点在魏国宫留下的一座园林 北方连饭吃都不起 南方竟然在编住音韵书籍 一众世子只看那告示 就已经热泪盈眶 盛世典籍 他们从地狱中逃出来 却仿佛看到一个黄黄盛世 最后一old家早 mehrere基本条客制就来 壮cent S Mainly 手轭 tonnes 所以 minutes一斉冲 把烤纸巳搓下关所有的 spor en质 value